没有什么能阻止时间滴答 一年一度的圣诞 如约而至 峡谷的圣诞味道也浓了起来 老夫子想起了他的工作 换上了圣诞老人的皮肤 绑住了窑 准备骑上小路 给大家分发礼物 他一边骑着 一边思考着 哎 明年要不去骑村上乡的末日吉甲 毕竟 效率的时代嘛 骑摩托送外卖的都要拼时间 超时难免被顾客差评 蔡文基拿出了前年双十二买的 一二车圣诞限定款 不过真的是双十二吗 要不就是前年双十一买的 哎 毕竟女人嘛 冲动消费太多 有时候可能自己也忘 连赵云也为了迎合这个红色的圣诞节 穿上了专属于他的KL会员皮肤 不过吕布看起来并不开心 可能这个双十二 呸 呸 这个圣诞节 他经历的太多了吧 圣诞老人 听说你能满足孩子们的心愿 让每一个伤心的孩子快乐起来是吗 是的 至少我会努力的 我的孩子 那您能帮帮我 让我摆脱阴郁吗 好吧 那我尽力而为吧 说吧 你是想要奥特曼的变身器 还是能变人形的大黄蜂 都不是 或许您会觉得我是一个奇怪的人 但您的确需要听我慢慢到来 12月24日 平安夜 这本是非常快乐的一天 刚醒啊 我就换上了我的圣诞皮肤 戴上了成见 哎 或许您会很奇怪 但是一个吕布为什么会戴上成见呢 其实啊 我只是为了我心爱的女人 打一个属于擦了蓝buff 您知道吧 我可是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姑娘 肌肤圣血 衣袖更是灿燃圣光 双眸仿佛清淡 明亮如光 清澈见底 啊 她舞起来的时候 哇 那盖了帽了啊 她反复整个世界都会因为她的轻秀 明媚几近啊 接 VIP 我 Primary 咱先说好 我可不是来吃狗粮的啊 咱们往重点上说 哦对重点 对对重点 虽然对于我来说吧 雕像追悼很难 不过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您知道相比那些刺客 吕波打个野多慢吗 但是一想到雕蝉妹妹的笑 我就充满了动力 于是我就给自己喊着口号 八十八十八十 你那才怎么着 这个暴击了 然后触发影人那个被动了 完事我就寻思 我口号上是不是也得配合呀 于是我就四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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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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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会等会 那你难过什么 这不是一个挺美好的故事吗 是啊 这确实应该是一个 特别美好的故事 直到十二月二十五号 圣诞节 吕波打妹妹 圣诞快乐 你穿着情侣服的样子 真的好好看呀 嘿嘿那个 虽然对抗路赚不到很多钱 还被对面的大爷一通狂走 但是我真的一直在 很努力地工作 冰心这次可能买不到了 不过我还是买到了 你一直喜欢穿的冷却鞋 还有昨天我辛辛苦苦打下了蓝buff 都送给你 听说你对现在是米月 对啊 不过我是不会动心的 我心里只有刁伤妹妹你一个人 搬手吧 那 那个今天不是愚人节 咱们有话好好 我认真的 不怪你 是我不爱了 你觉得鸟儿需要的真的是天空吗 不 它寻找的只是一棵 能牵牵的树罢了 这是个很俗套的故事吧 可确实实实在在发生在我身上 是啊 杜杜自己都觉得自己变得真俗 您的意思是 哦没事 其实也不用沮丧了 向他表明真心 说不定会让他回心转意啊 是啊 我坚信爱是能挽回的 可我发现 刁伤妹妹终究是别人的狂欢 我坚信爱是能挽回的 哦 哦 哎 哦 哦 啊 啊 嗯 哦 我这把年纪了 不该管这个闲事 但是你这样做 是否确实是 对吕布太残忍了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关心 不过这件衣服 真的是我和蔡文基 一起在双十二套的 至于您嘴里的 赵云和吕布 我一个也不认识 薄丝静 感谢观看